天黑黑回光 日寒寒遥暖 风大浪高 久长久 久久归衣 路长长游记 水潺潺不返 船里港湾九十九 久久归衣 风吹树阳 雨后起 热落黄昏 离人归 谁说我成光剧 夜苦草衰 春再来 芬芳如孤 看斜阳 白鸟 敖归临见 我看世间 冷暖清 红尘有爱 芬芳如孤芳如孤芳如孤芳 芬芳如孤芳情 肴练多雨 芬芳如孤芳如孤芳 芬芳如孤芳可 芬芳如孤芳如孤芳ention夜 芬芳雨 芳芳枝 芬芳條芳 艡芳世韩 芝芳芳馳 誕芳 同学们好 坐下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他叫陈又福 大家掌声欢迎 来陈又福坐这边 陈又福同学没有读过幼稚园 也没有在学校读过书 但是他的成绩非常好 从今天开始 大家就是同班同学 以后一定要互相帮助 我知道他妈妈是卖鱼的蛋家女 陆小龙同学 你这样说很不对 陈又福同学 他是水上人家的孩子 他家里穷 读不起书 但是他很努力 今天他能坐在三年级的教室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学们知不知道 几百年前的澳门 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几百年前的澳门 还只是个小渔村 是打鱼人栖息的地方 是打鱼人和他们的子孙 流血流汗 才有了今天的城市 看不起水上人家 是渔知而愚蠢的 因为说不定 他自己的祖先就是渔民 好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请同学们翻开书本 第三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少 想什么呢 吴伯 我要上船 想上船 你还小 你现在干修理行 一样可以在家里挣钱 可是吴伯 我爷爷和我爸爸 都是从海浪里拼搏过来的 我也要去 老少 你要是上了船 那你想我没想我 你妈妈能放心吗 沈黄 你真的想上船吗 吴大哥 你就让阿瘦跟你出海吧 阿瘦 现在阿瘦是你的土地了 你真舍得让他跟我一起上船吗 又没有说只能有一个师傅的 多一个师傅好办事呢 最近啊 这个玩游船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修理行的生意 也没以前那么好了 就让阿瘦跟你出海 熟悉熟悉船也不错啊 出海回来 还可以到我的兽礼行做事吗 哈 阿瘦 你真是一个大方的鬼佬啊 好 只要你同意 我就带阿瘦一起出海 不过 这事呢 还给问问阿莲和阿翔 他们同意了才成 阿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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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阿瘦吵架了 一个人回了香港 你让他爸爸妈妈怎么想你呢 难道你想一个人过日子吗 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 一个人过 一个人你怎么过啊 谁管你吃谁管你穿 出来做工很辛苦的 阿瘦以前和那个丫头的事 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 他又没有你漂亮 你又有阿瘦 应该好好地做少奶奶 难道你想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过吗 你好好的小阿瘦 赔个不是咯 你们两公婆 要好好地生活下去的 以后千万别吵架了 阿福 我们到家了再见 再见 再见 你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下课以后 崔老师跟我谈了好久 我 我现在知道错了 没什么 妈妈 妈妈 爸爸 同学和老师们都对我很好 我们家的小阿福啊 名字取得好 就是有福气 现在好多了 我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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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人根本就看不上我们水上人家 小孩还编着歌骂我们 什么 淡家淡家水上叫花 小阿福 你要好好学习 替咱们水上人家 生口气 听到了吗 嗯 哎 阿福 哎 哎 哎 进来 哎 伯哥 哎 阿里 哎 坐 阿福 刚才我听说 我们的阿福 成了三年级的学生了 恭喜啦 别急嘛 阿寿啊 什么事 把你吴伯爷请来了 哎 阿强 嗯 是这样 阿寿呢 想上船出海 嗯 哎 这不让我过来跟你们说一下 嘿嘿嘿 伯哥 这个阿寿 已经在帕拉索修理行 当学徒了 啊 阿强 是这样的 阿寿呢 听说我要上船出海 就一样叫我啊 说也要像你当年那样 上船出海 帕拉索也同意了 说等他出了海回来 再到他那儿接着学 阿寿出海啊 是不是太小了 能干什么呀 妈妈 您太辛苦了 现在阿福去读书 你又少了一个帮手 爸爸又受伤了 好 我同意 我不同意 阿脸 你就放心吧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啊 哈 伯哥 有你我当然放心了 可是你看阿寿 海上风浪那么大 他太担保了 追上人家的孩子 迟早都要吃这碗饭呢 那也不是现在 现在不光海上风浪大 我听说前几天顺水号 不是遇到海盗了吗 是啊 可是 海盗并不可怕 现在海面上 日本人的巡洋舰 那更可怕 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不光抢鱼打人 他们一点不遵守公海条约 可是 这话说回来 我们水上人家 不出海打鱼 吃什么 那不就是等于等死吗 这阿寿 也不想了 我们淡家的孩子 旧鬼要到风浪中去锻炼 妈 我听说吴伯和我爸出海时 还没我大呢 你就让我去吧 阿脸 就让他去吧 阿瘦 嗯 上了船 一切都要听你吴伯的 一道事急定点 那当然 妈妈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妈 您就放心吧 妈 您就让我去吧 妈 您就让我去吧 妈 妈 我来说 你不想了 你不想了 我来说 你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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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阿寿出海 我不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就出海了 他说我上了船 咱们家能好过点 我要是能出海 你说 不说这个 安心养病吧 听你的 让阿寿出海吧 他出海也好 我就能在家里 多帮你分担一些了 这个家里 我是什么都做不了啊 阿福 虽然上学了 他家里的事 他一点都没手感 我就说你 都不舒服了 我去给你拿点酒 天一种 不要 救救别 我戒了 戒什么呀 医生不是说了吗 手带点好 可以后出金活血 哎呀 火什么血 我说戒就戒了 这酒 再便宜 也得花钱了 好了 没事的 这疼就又过了 没事的 这疼就又过了 没事我都告诉你了 没事你家 没事你家 刚才你救救打电话过来 让你赶紧回香港去 他说他要移民 还有 他说曼云已经认错了 怎么样儿子 我本来就要回香港了 现在时局这么乱 我们尽快要决定 究竟是我们到香港去避难 还是你一家大小回来澳门 那我就去收拾东西 我帮帮他 熊仔 想妈妈吗 想 马上就要回到妈妈身边了 高兴吗 高兴 想奶奶和我 想 奶奶丫熊一起去香港喽 奶奶的家在澳门 奶奶哪儿都不去 奶奶哪儿都不去 再说 奶奶老了 走不动了 好想等到了 背奶奶去玩 乖 真乖 好 奶奶等你长大了 背我去香港 好好好 淞没能住 黄光珠 保爱 走 大家 лучше 这 走 走 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老师 外面有位先生找陈佑福 好的 谢谢 陈佑福 外面有个叔叔找你 快去吧 叔叔明天要去香港了 今天来看看你啊 万叔叔 你是和我妈妈 从小一起长大的吗 对啊 你妈告诉你的 万叔叔 我妈妈说 你就像她哥哥一样 对 阿福 来 叔叔送你一个礼物 不管叔叔 我不能要 我妈妈说了 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我就像你舅舅一样 你给你妈说 是我给你的 你妈不会怪你的 不管叔叔 阿福 阿福 拿着 回家交给妈妈 等你长大的再给你带 好 嗯 哥 喂 阿福 你什么时候出海 明天上午十点钟 你要上课你就别送哥了 我会跟崔老师请假的 哥出海我一定要送 这是我们水上人家的规矩 走吧 回家 哥 我给你看点东西 你看 这是哪来的 是那个万叔叔送的 还让我回家先给妈妈保管 等我长大了以后再带 你回到家就直接给妈妈 千万不要让爸爸看到 知道了吗 为什么 爸爸见了会生气的 你一定要记住 哦 知道了 收起来吧 走 这个玉佩呀 是阿虹的爷爷留下来的 传说是宋代有一个皇帝路过咱们澳门的时候 他留下来的 很珍贵 现在呢 我来保存 等阿虹长大了呀 我再给你 好吗 好 来 试试看 阿虹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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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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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宏 阿宏 过来喝汤吧 阿宏 一会再算 这是我特意为你包的 来 趁热喝 阿宏 我 我知道我上次在澳门那样闹 是不对的 但是 我就有个问题想不通 你和那个阿莲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她从小在我们家长大 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现在她也嫁人了 我也和你结婚了 你说我们能什么关系啊 那你就不能 不跟她来往了吗 本来也没什么来往 各有各的生活 不过有时间我也会去看看她 谁没个亲戚朋友啊 她才不是什么亲戚朋友呢 不就是你家原来一个丫头吗 再说了 跟一个渔妇有什么好来往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人和人都需要互相帮助 咱们哪天说不定还需要让阿莲 跟她老公帮助呢 是不是 我才不会需要她帮助呢 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好了 快喝汤吧 别凉了 这鸡汤还真不错啊 你喝了吗 这是我专门给你炖的 你也来点 来 这鸡汤还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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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小子 爸爸 你健康 我们一家都平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吵醒你了 早就醒了我也 慢点 有什么心事吗 从来我看你翻来翻去的 你睡好吧 你不是跟我说吗 阿少出海打鱼 一个星期就能回 这个十多天了 怎么还不回呢 这些日子风景冷静的 有什么担心的 我说一个多星期 那可是大概 这个鱼船出海 如果没有遇上鱼群 躲在几天很正常 过去你出海的时候 我有天天算日子 提心掉的 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遇到大风暴 而现在呢 现在有海盗 又有日本鬼子的船队 巴授那么小 能不担心吗 该死的日子不日子 该死的日子不日子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说 有吴老大 对付风浪没有问题 可真要遇上日本鬼子 你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都不过几枪大炮 你别吓唬我了 这几天有空 我得去他妈祖庙 稍稍下 妈妈 吃早饭了 阿脸 我总觉得阿福这孩子 太可怜了 我跟你说呢 又要上学 又要做饭 又要活火柴河 你这样下去 我带心孩子的身体 吃不下我 是啊 我也说了他好多次了 可是他不听 不过多亏了这孩子 要不是他这么做 咱们家 不过多多次了 李老师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的包裹寄到学校来了 是谁给我寄的 香港寄来的 菩萨保佑 阿瘦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保佑阿翔可以早日康复 保佑阿福可以学好功课 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妈 阿福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 今天中秋节 老是让大家早点回家 爸爸呢 他出去了 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寄的 是从香港寄来的 阿婆有个弟弟在香港 阿婆怎么会给我寄东西 好亮的练习本 妈妈 这是给我的吗 是给你的 瑾洪 就是阿婆的儿子 万叔叔 哦 我知道了 是和你一起长大的 嗯 他祝小阿福中秋快乐 让你好好学习 是阿婆让他给你寄的 那妈妈 过几天 你带我去谢谢阿婆 嗯 那妈妈 我去玩啦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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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我去 我來 我來 妈妈 爸爸回来了 阿翔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阿翔 你干嘛去的 走吧 你要不好怎么还去抓螃蟹 应该跟你去吧 不等了 再等会儿吧 咱们先吃 螃蟹还没蒸好呢 再等会儿啊 爸 妈 我回来了 阿翔 妈妈回来了 老师 让我看看 来 给我吧 好 坐 来 坐 来 爸爸 坐 你爸说你要回来呀 特意给你抓的螃蟹 我给你们端过来啊 快坐这儿吧 谢谢爸爸 这回出海怎么样 这次出海捕的鱼特别多 多得船舱都装不下了 甲板上摆得到处都是 好 饿了吧 嗯 来 等会儿吃 来来来 人都到齐了 咱们开饭吧 阿福 给爸爸倒酒 我来吧 给福哥来 嗯 嗯 爸爸 儿子 吃菜 来 来 妈 你吃点 儿子 喝大的 好 谢谢 谢谢 阿福 谢谢 爸爸 你也多吃点 来 真好吃 好吃吧 今年呢 我们还在香港过中秋 明年 我们就要在英国了 有限典 穆斯 它 真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